现在我们这边的豆腐渣越来越多了 因为现在到冬季了 我们这边打豆腐的 包括打千丈的 已经差不多开始了 像每年的话 这个季节我们这个镇上这里 最少一天要出上万斤豆渣 甚至两三万斤都有可能 像这个厂的话 像平时的话就大概在一吨左右 像到年底的时候 每天差不多有两吨到三吨左右 所以这段时间的豆腐渣 一直到过年 这个豆渣都比较便宜 今天就好打一堆 最少估计有一吨吧 这个车就拉不下了 最少一吨多可能有可能都有 虽然这个养牛啊 价格不是太大的变动 这个成本公司还是要的 像我们这段时间 虽然就是说那个牛价有点掉啊 所以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养的是牛吧 主要是卖牛 现在也没什么牛肚办 再加上我们的这种吃的豆渣 这个季节的话 价格就已经很低了 甚至有些地方还是免费的 只要你钱快一点 每天去拉就OK了 再加上这段时间的稻草也比较多 所以那个养殖成本呢 对于我们来说下半年是相当相当低的 今天实在太多了 估计有一吨多 刚刚装了这么大一车 剩下的装不下了 明天再去拉吧 车云堆的满满的了 现在我们的牛越来越多了 差不多有100头了 这个牛越来越多了 吃的也越来越多了 包括这段时间发现这个牛太能吃了 以前的话是走车 像这么的这么大的走车 吃满走车 就靠近了 现在吃五斗车 剩了一点 没有跟他们喂完的 现在看这个牛就漂亮了 各个都吃饱了 没才吃鱼 转起心头前半层 不错不信任 若海的夜城 秋仙的夜深 断了缘分就只是一人 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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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哪一人 只问身口也认真 莫名的心疼 若谁又来生 你是否虔诚 好